大家好 我们现在进行第六节课的讲解 第六节课是一个实验课 就是实现我们HEL层在G&I层的 HEL这个功能在G&I层的这个代码的实现 本节课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G&I层代码的编写 第二部分是我们代码编译 第三部分呢是我们的课程作业 针对第一部分呢 我们首先是在这个G&I这个目楼下面 实现我们自己的这个service的G&I的代码 然后呢将我们的这个代码呢 在unload这个里面 也就是讯息机它启动的时候会进行一个加载 进行一些注册 最后一步呢 是在这个安卓的编译系统里面 把我们的这个代码添加到它的编译系统 好我们现在进行这个代码的编写 首先代码呢 就是在这个framework base service G&I这个目楼下面 我们看一下这个目楼下面的文件 有很多 然后我们这里也就按照这个命名规范 实现一个自己的这个hello world service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 主要就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 先说一下头文件 头文件呢 我们这里要把hello层的 一个是hello层的 它这个hardware.h include进来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我们自己编写的hello world 这个hello层的这个通文件 给加带进来 当然还有这个安卓 Runtime这个通文件 其他的就是一些G&I的通文件 还有一些通用库的 这些通文件 然后三部分呢 第一部分就是我们要定义一个这个结构体 就是hello world device-t 定义这个结构体 我们还记得 当时我们在这个hello层里面 有这么一个结构体 我们定义的功能函数 就在这个device这个结构体里面 第二部分呢 就实现两个函数 一个是这个模块 它初始化 在G&I层要初始化 加载hello模块的这么一个函数 另外一个呢 这个就是我们实现的这个功能函数 这个函数呢 需要向上层来提供调映 第三部分呢 就是将我们的这个函数啊 注册一下 首先G&I这个文件 它必须有这么一个数组 这个数组呢 就是就是把我们的这个 把我们的这个函数名称和java层的 注意这个是java层的函数名称 也就是说我们后续java 会写javaservice的时候 在java里面 这个init函数 就对应的是hello world的init add value函数 就对应的是hello world add value 中间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参数啊 输入输入参数 这个具体的啊 可以看一下啊 到网上看一下这个g&i 这个函数 对应注册的时候 它所有的变量都会对应的 有一个字符啊 好 最后一个函数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注册啊 就是总的注册函数 需要调用这个训练机的这个注册方法 来进行注册 好 我们现在先开始编写这个啊 init函数 我们这里有一个声明了一个hello world device 这么一个 变量啊 是一个指针 好的 我们现在开始进行这个代码编写 首先呢 我们这里 要先把我们的这个module 啊 hello world 定义一个module的 这么一个指针 这个就是用来返回 从hello层返回我们 使用这个hardware getmodule这个函数啊 返回的module类 啊 module对象 首先这个 getmodule这个函数 它有两个参数啊 第一个参数就是我们hello world的这个module的一个id啊 hello world hardware getmodule getmodule 第二个参数呢 啊 就是我们这个module变量的一个地址啊 因为它需要 因为它需要 将我们这个 hello world的这个module 前置强置转化成 hardware module 也就是说 是它的第一个啊 是它的第一个啊 是它的第一个变量 也就是 我们系统的 这个函数啊 我们判断一下 返回值是否等于零啊 等于零就表示是成功的 对吧 然后这里呢 就打开了 如果这个执行成功了啊 就表示这个module被正常的打开了 对吧 然后啊 module打开之后呢 我们就要进一步获取到我们的这个device对象 啊 通过这个module 我们还记得 module里面有个啊 methods 有个 open函数啊 同理它这个open函数啊 如果成功了 返回值也是零啊 我们可以在这里 这 到这一步 就表示所有的操作都成功了 但是如果 没有open成功呢 就表示我们操作失败了啊 这里同样也是 然后呢 我们这open函数呢 还有几个参数 它的第一个参数啊 就是我们这个module对象 的一个指针 这个module common 就还是我们这个 啊 hardware module t 这么一个变量的一个指针 然后第二步 同理 需要把我们的这个id 传进去 第三个函数 第三个参数呢 就是我们在这里声明的这个 hellover device 这么一个指针 指针变量啊 进行传递进去 传递进去之后呢 啊 如果执行成功 我们这个指针 就会被附上 一个正确的值 啊 这里 这个init函数 就算执行完了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现在接下来就做一下这个 add value这个函数的函数 先定一个返回结果 啊 然后 我们看一下 判断一下 如果这个hellover的device啊 不等于空 我们就调用它 啊 啊 就是是 如果是 如果是now的话 它就会为tru tru的话 这样的话 就返回-1 然后这里呢 我们再调用它 hello world 我们这里调用的是add 啊 我们在hello层定义的这个函数 add函数 add函数 它的几个参数呢 就是第一个啊 当然就是我们这个helloverdevice这个对象 这个指引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参数a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参数b 最后一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返回值 返回值 返回值 without 如果成功了呢 就把我们这个hellover返回了 返回 返回给加要成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代码 啊 功能函数就变形完了 啊 我们还有最后一步 最后一步就是怎么执行 将我们这个 注册在 啊 GNA里面 这个是一个标准的函数啊 GNA regist register register native 啊 它有三个参数啊 第一个参数就是这个环境变量 第二个参数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 它要对应的是加瓦层的 哪个代码啊 我们这里可以先写一下 hellover的 comandroid.server 啊 我们可以先定一下 啊 我们可以先定一下 hello word hellover service 完了之后呢 第三个参数就是我们这个 master的这个 结构体 啊 最后一个还有一个这个 一个字符的一个 参数 啊 啊 这样我们这个代码啊 就别写完了 好 我们现在看第二步啊 将我们这个代码注册在这个unload里面 啊 里面我们看到啊 这里有很多这个service啊 啊 首先这里呢 就是一个函数的这个注册的别的service 一个声明 同理呢 啊 我们要把这个我们这个函数 啊 gisandroid service 这个啊 这个copy进来 同时添加一个封号 上面是声明呢 我们就发现 这个gniunload这里 他还会执行下这个函数啊 所以说还是需要不得啊 啊 copy下来 好的 我们先来把我们的env加上 啊 这样这个unload的这个文件呢 就算修改完了 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把我们的这个android.mk 啊 进行修改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啊 啊 他最后编译会生成这么一个 server 这么一个lab啊 啊 当然我们这个sourcefile在哪呢 啊 就在这里可以看的很清晰啊 我们copy一个 然后把我们这个文件 在这里啊 把我们这个文件 copy一下 做了一个cpp 啊 这样的话 就把我们的这个.cpp文件 也包含到这个安卓的 编写系统里面了 好的 那我们现在编一下代码啊 看看有没有什么错误 sauce build lunch一下 好 我们使用mmmm 这个命令 好的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错误 好的 我们看到我们这儿有点小错误啊 看一下 他说是hello world的module 没有这个member 啊 name的messor 啊 这个我们可能啊 想起哈 module里面这个messor的这个东西啊 它是定义在这个common里面啊 common这个内部编译里面 是有mmon 啊 common里面有个.messor 啊 这样的话 就能把这个open掉 啊 因为这个common不是一个指针啊 所以说这里用点啊 啊 然后这个hello world的device啊 这里我们也要给他进行一个强制的类型转换 转成什么呢 转成我们的 Hardware device-t 这个一个指针 啊 好 我们再试一下 嗯 好的 我们看生成了一个live-android-servers.so 这么一个文件啊 证明我们这个编译通过了 啊 因为我们这现在啊 啊 还没有地方来定用这个gni代码啊 啊 我们会接下来呢 会介绍如何编写这个 在交友团编写这个service文件 啊 编写service了 定用gni了啊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代码执行的一个啊 从log上看到这个代码执行的一个效果 啊 好的 这个啊 我们今天的这个代码编写的这个工作啊 就算完成了 好 最后一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客户作业 就是按照我们前段节讲的哈 啊 大家定义的这个这个实现了自己的功能啊 自己实现一套啊 自己的这个gni层的这个代码啊 这是我们的客户作业 接下来呢 啊 啊 我们接下来是要把这个在交友层添加我们这个hello order service 但是添加这个helloorder service啊 需要一些需要一些前置的知识啊 比如说像这个binder的一个简介 一个知识和system server的一个知识 这样的话我们会在接下来的两节啊 简单介绍一下这两个模块啊 啊 然后呢我们再进行啊 把我们的这个编写我们java层的这个service 好的 我们这节课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